不能待在养猪场了,再也不能待了,这样会妨碍了老骆驼,会让老骆驼极恨的。 可端方还不能离开,端方可不是一个糊涂的人,这个时候离开养猪场,难免要给人留下一个怕苦怕脏的坏印象。 将来正审的时候会麻烦的,那就待着吧,但端方再也不养猪了,他不想看他们,尤其是那些母猪,一看到他们,端方就觉得他们都怀着孕,不是猪,是人。 端方没有解释,总之他不喂猪了,好在老骆驼倒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他和过去一样,把所有的活迹都揽过去了。 十头猪是喂,二十头猪也是喂,多跑几趟罢了。 端方什么都不做,彻底闲下来了,开始的那几天还觉得讨了便宜,接下来闹心了,养猪场太寂寞了,实在是太寂寞了。 端方有太多的空闲,太多的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打发了。 时间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是谁发明的呢?那些无穷无尽的年、月、日,他们在围剿端方。 时间是汪洋的大海,前面不是暗,回头也不是暗。 这个汪洋的大海里没有水,它是空的,它比天空还要空,笼罩在你的头顶,却又是实实在在的那种空。 需要你去填补它,用你的一生,用你的每一天去填补它。 一天有24个小时,为什么是24个小时?它太多鱼,太漫长了。 这是谁弄的?是谁把它捣鼓出来的?真他妈的混账了。 端方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可时间就是在这里,在等着他,守候着他,纠缠着他,和他没完没了。 除了睡觉,端方能做的事情,也只有吃饭,拉屎和撒尿了,和一头猪也差不多,顶多再放三四个屁,可放屁又不需要专门的时间。 如此算下来,端方每天都有七八个小时的空余,难熬了。 端方被时间泡松了,泡软了,激进窒息,端方失去了动作能力,失去了想象,失去了愿望。 端方是被动的,在时间面前,他备活着。 这是怎样的人生呢? 端方嫌他长,端方突然就想起了混世魔王来了。 端方承认,混世魔王了不起,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 这么多年了,人家硬是靠着一把口琴,把日子吹到了今天,一板三眼的,一天也没有耽搁。 如果说时间是一座山,那混世魔王只能是当代的渔工,唯一不同的是,他永远也感动不了上帝。 做点什么呢? 是啊,做点什么呢? 端方伤脑筋了,他的手脚痒了,骨头缝里也痒了,做点什么呢? 大白天的,端方一直躺在床上,终于躺不住了,那就到水里去吧。 端方来到了河边,跳进了水里,他开始扎猛子,一个猛子扎到了河的对岸,一个猛子再扎到对岸的对岸。 一个猛子扎到了对岸的对岸的对岸,再一个猛子扎到了对岸的对岸的对岸的对岸。 这是一个游戏,因为无聊,但归根结底还是无聊了。 端方就在水中抚摸自己,他在替另外的一个人在抚摸自己,慢慢的有感觉了,他在水中勃起了。 这样的感觉很好,谁也不会发现的。 端方放心了,胆子也大了,动作越来越投入,越来越放肆。 他勃起得特别的好,充分,硬,是那种无聊的,没有结果的,却又是蛊惑人心的硬。 硬是一个问题,诱人了,可以解决,却难以解决,你看着办。 不过,端方相信这个问题最终一定会得到解决,一下不行两下,两下不行三下,三下不行四下。 总之,可以的,端方的手紧紧地握住了自己,把自己的手握成了一个动人的圈。 细微的波浪从端方的身边荡漾出去了,向四周扩散。 波浪越来越大,他狂放了,虽然有限,却是惊涛骇浪。 惊涛骇浪反过来激励了端方,没有风,无风三尺浪。 端方开始提速,速度是多么的迷人。 在速度当中,端方心花怒放。 是的,心花怒放。 心花怒放不需要理由,心花怒放就是心花怒放的理由,心花怒放还是心花怒放的过程。 他在时间的外面,时间不是爹,他是孙子。 端方的身体一下子长满了羽毛,有了飞的迹象,有了飞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有了死的迹象,有了死的可能性。 死就死了吧,死就死了吧,死就死了吧。 端方的手松开了,在水中,端方一下就射了出去。 他找到了节奏,他被节奏抓住了。 节奏推丧着他,他心甘情愿。 他什么也没有射中,却射中了水。 谢天谢地,他准确无误地把水射中了。 端方再也没有想到,他把一条河撞到了,其实也就是把大地给撞到了。 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结果,出其不意。 端方一个机灵,在打颤,在打冷颤,浑身的羽毛一下子脱落光了,只剩下鸡皮疙瘩。 端方满身都是鸡皮疙瘩,却心满意足,他漂浮在水面上,笑了。 这是他一生当中最了不起的业绩。 可端方终于找到可以做的事情了。 他找来了两块石头,借来了铁锤,钢瓒,熬了几个通宵,做成了一副石担子。 石头并不大,六十五斤一块,一副石担子也才一百三十来斤,轻是轻了点,总比没有的好。 有了石担子,端方的日子好打发了,他一天两练,早一次,晚一次,但主要的那一次还是在傍晚。 一到了下午,端方来精神了,光着背脊,虎虎上阵。 毕竟在中宝镇练过两年,端方并不蛮干,他把所要训练的内容分成了若干组,每一组都有不同的动作。 推,拉,提,举,蹲,安排得很科学了。 比起养猪来,练石担子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劲。 可是,端方舍得在石担子上花力气,锻炼和干活的感觉不一样的,干活累的是抽筋扒皮的累,很耗人了,不容易恢复。 断练则不同,累归累,却累得舒坦,有种说不出的通畅。 练完了,冲个澡,喝点水,马上就能够恢复过来,反而加倍地轻松。 老骆驼看在眼里很生气,可以说冻了干活了,晚上再也不和端方说一句话。 你端方怕苦怕累怕脏,无所谓,有我老菜子给你顶着,可你把喂猪的力气省下来干了什么呢? 玩石头,你什么意思,作件人了吗? 那么大的石头也是玩的,玩了也就玩了,你举上去又放下来,放下来又举上去,这是哪一处? 折腾。 端方,你这是瞎折腾,你怕是犯在肚子里变不成屎了。 端方的石担子很快吸引了一群人,一波又一波的,他们在放工的路上顺道来到了养猪场,直接走到端方的石担子面前。 想试试,可哪里举得动呢? 举石担子,表面上考验的是力气,其实也不完全是,他讲究技巧,还有协调性。 就说,提杠这个动作吧,你得蹲下去,把重心降下来,同时迅速地翻手腕,这才能够成功。 王家庄的人哪里懂这些,提杠的时候不仅不知道下蹲,还一个劲地踮脚尖, 这一来身体的重心比石担子还高,你八辈子也提不上来。 这一天的下午,来看热闹的人多了,他们一个一个试过了,没有一个成功。 大伙起哄了,把端方请了出来,端方有了炫耀的心思,心里想,那就玩给大伙看看吧。 端方收拾好烟锅,脱掉上衣,简单地运动了一下关节,并没有走到石担子的跟前去, 而是返回到毛棚,把两块刚刚找好的石头取了出来,小一些,一边又加了一个。 现在的分量不轻了,桑木的杠子都弯了,不一定吃得消。 不过,端方到底有经验,开靶握得特别的宽,这一来没问题了,很稳,举在手里相当霸食。 端方喊了一声,发力,提上去了,吸了一口气,举上去了,脸憋得又紫又红。 对于练过两年石担子的小伙子来说,把这样的石担子举过头顶,其实蛮平常的。 可在王家庄,事情大了,端方的力气实在是大的惊人,大伙都看见的。 还有一点也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端方的肌肉。 端方毕竟有底子,在端方发力的时候,每一块肌肉都十分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启程转合的关系,交代得清清楚楚。 那些肌肉不像是长在端方的身上,相反了,有人用锚钉锚了上去, 一块一块地鼓在那儿,平白无故地就具有了侵略性。 端方的这一举动,在当天晚上就轰动了王家庄。 端方显然是不知情的,可王家庄谈论的却全是端方。 到了今天,大伙才知道,这么些日子,端方全是装出来的, 他有一身的功夫,在中保镇学的。 传说在层层加码,人们说,端方一巴掌就能把砖头劈开了。 人们说,端方养猪是假的,其实在偷偷地练起功夫。 人们说,端方练功的时候浑身都发光,紫色的,蚊子都靠不了身, 离端方大老远的,就一头栽下来了。 人们说,端方练完了功,四周全是蚊子和飞蛾的尸体, 尸体落在地上,正好画了一个大圆圈,端方就站在圆圈的中央, 他的功夫就叫做蚊子功。 王家庄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人们喜欢受到惊吓, 同时把更大的惊吓转送给别人,最终无限风光再显风。 一句话,王家庄的人不把自己吓死,就绝不罢休。 谁都知道自己在添油加醋,但这个油和这个醋不加进去, 心里头就不痛快,嘴巴就更不痛快,痛快才是最后的真实。 一件事情的可信程度不是别的,它取决于嘴巴的痛快程度。 端方还躺在养猪场的毛碰里睡懒觉, 佩全的贴身兄弟,大陆国乐和红旗,他们突然来到养猪场了。 这个举动特别了,他们同时还带来了七八个贴身的兄弟, 一来到养猪场,他们就拿起了粪耙子,把每一个猪圈都打扫了一遍。 端方听到了不远处的动静,从床上爬起来,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端方来到猪圈的门口,大陆国乐和红旗全部停止了手脚, 表情十分的严峻,一起望着端方。 端方愣了一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时候,猪圈里的人一起跨出了猪圈,每个人的手上都操着家伙。 他们一声不吭,脸上的表情特别的怪异,向端方包围了过来。 端方的第一反应就是跑,好在端方冷静, 一边激紧地瞄着他们,一边迅速地私存, 想来想去,最近一段时间自己并没有招惹他们。 这是干什么呢? 佩圈呢,他为什么不亲自过来呢? 刚想说些什么,大陆已经把香烟掏出来了,是纸烟。 当着端方的面,大陆把香烟拆开来, 抽出一根,递给了端方。 大陆的举动意思很明显了, 他这包香烟是专门为端方买的, 由于紧张,端方多疑了, 别再是声东击西吧, 自己刚低下头来点烟,背后头上来就是一闷棍。 这根香烟是不能接的,端方紧紧地盯着他们, 虎视眈眈的,连余光都用上了。 端方的镇定在这个时候彻底体现出来了, 他伸出手,把大陆的胳膊拨开了,控制住自己, 没有跑,他从包围丛中走了出来, 直接向茅草棚走去。 端方其实是逃跑了,只是不失镇定罢了, 可是端方的镇定在大陆和国勒的这一头就不再是镇定, 是藐视与傲慢。 显然端方不理睬他们了。 端方在前面走,一队人马就操着家伙在后面跟, 端方的心在狂跳,已经起毛了, 但一到了毛棚的门口,端方悬着的心放下了, 毛棚的土鸡墙上靠着一根扁单, 只要有这根扁单在,端方就踏实了, 这帮狗娘养的要是敢动手, 端方一定叫他们每个人的脑袋都开花, 端方是吓得了这个手的。 端方来到扁单的旁边,停住了, 一只手十分随意地扶在了扁单上。 大陆的手上一直拿着香烟,脸上的表情尴尬了, 他再一次把香烟递到端方的面前。 这一回端方接过来,说话的口气也不客气了, 端方说,大陆,怎么回事? 大陆有些不好意思, 含含糊糊地说,没什么。 这么说着话,红旗已经划上了火柴, 送到了端方的面前。 端方的身后是墙, 手里又扶着扁单,不用担心了。 端方点上火,点火的时候, 端方眼里的余光在不停地扫描, 就看见大陆他们全都松了一口气。 对大陆他们来说, 只要端方肯点上这根烟, 算是有了脸面了。 端方说, 怎么我一个人抽, 大家都点上。 这句话一出口, 现场的气氛顿时轻松下来, 他们纷纷丢下手里的家伙点烟, 利用他们点烟的功夫, 端方看出来了, 他们不是来惹事的, 不像。 可他们究竟演的是哪一出呢? 端方一时也摸不着头绪, 端方试探着说了一句, 佩拳呢? 怎么没见佩拳? 大陆他们都没有说话, 很严肃。 端方愈发摸不着头绪了, 端方笑笑, 在大陆的肩膀上很重地拍了两下, 又笑笑, 说叫他来玩。 气氛再一次友好起来, 可总还是有点不对, 双方都还没有真正见到对方的底, 所以脸上的客气依然是以预防为主的。 最轻松的只有红旗了, 投靠端方他不会吃亏, 这个他有底, 再怎么说, 端方差一点做了他的妹夫, 端方亏待不了他。 红旗很深地吸了一口香烟, 对着端方笑, 没有什么意思, 就是笑, 他其实是要让别人看出来, 他和端方的关系不一般的。 红旗对端方现在已经是五体投地了, 是真心的崇拜, 别的不说, 就说刚才大陆给端方敬烟, 端方爱搭理不搭理的, 多牛, 只有端方才能够这样, 配拳差远了, 他这个人就知道抽别人的耳光, 大伙儿怕他可远远说不上爱戴, 端方不同, 端方有大人物的风采, 举手投足里头全是大人物的气派, 震得住, 学不来的。 端方不怒自威, 只有真正的大人物, 才有这样的亲和力和自制力, 越发说明了他的统治性。 红旗舔了舔嘴角, 对端方说, 端方, 听说你很有功夫。 因为奉承, 红旗巴结了, 端方随口说, 哪里, 随便玩玩, 轻描淡写的, 但说话就是这样, 越是轻描淡写, 就越是比大喊大叫来得可信。 大伙儿听出来了, 这反而就是有了, 他们一起望着端方的十担子, 看了半天, 一起回过了头来, 齐刷刷地盯着端方。 目光里有了新的内容, 不再是紧张与不安, 而是崇敬。 端方看在眼里, 心里头却明白了七八分, 这样的目光让端方舒服, 甚至有些迷醉。 端方故意含糊其词, 马马虎虎地说, 我算什么, 我城里的那些兄弟比我厉害多了。 这句话吓人了, 大陆他们听出来了, 端方不只是自己厉害, 后头还有人, 还有更大和更硬的背景与靠山。 端方的身后, 无端端地生出了无边的纵身, 是一个洞, 一个开阔的黑色的洞。 王家庄的人永远也别想看到他的尽头, 大陆的胸口顿时就领了一下, 有点后怕, 幸亏听了国乐和红旗的劝, 他原想不来的, 要是真的不来, 还麻烦了。 大陆开门见山, 忠心耿耿地说, 我们商量好了, 想跟着你。 端方听在耳朵里, 听清楚了, 全明白了, 他再一次拍了拍大陆的肩膀, 无声地笑。 端方笑得格外的迷人, 想起来刚才自己紧张成那样, 真是不好意思, 还想跑, 多亏了没跑, 要是真的跑了, 今天就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局面了。 兄弟们心目中的端方怎么能屁滚尿流呢, 太玄了, 看起来沉着永远是对的, 端方丢掉手里的烟头, 微笑着对红旗说, 去, 去把配拳请过来。 红旗愣住了, 大伙全愣住了, 红旗说, 他不会来的, 端方说他会的, 大陆这个时候插话了, 大陆问, 他不来怎么办? 端方不笑了, 望着大家, 目光从人们的脸上扫过去, 端方说, 配拳要是不来, 你们就一起去请, 这点事都干不了, 你们还能干什么? 捆都要把他捆过来。 按照原先的计划, 红旗愣当在蜡月的月底 把自己嫁出去, 然而提前了, 刚刚进入十月, 红粉在晚饭的饭桌上 把他的想法提出来了, 他现在就要嫁人。 红粉急着嫁人有他的苦衷, 他怀孕了, 要是现在不赶紧地 把自己嫁出去, 到了年底, 他的肚子可就要现眼了, 这个是万万不能的。 其实带着身子出嫁的姑娘 也不是没有, 但是别人可以, 他红粉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红粉的嘴巴太毒, 从不饶人, 一天到晚就喜欢把自己的嘴巴 架在别人的脖子上, 这就有要求了, 要求红粉走得正, 行得正, 各方面都不能有什么闪失, 不能留下什么把柄, 要不然你的嘴巴就失去了火力, 别人一枪就把你打死了。 就说和春干谈恋爱的这几年吧, 红粉一直守身如玉, 老天爷都可以作证, 哪一个谈恋爱的小伙子 不想往姑娘的身上爬呢? 春干也想爬, 爬过的, 爬过很多次, 爬不上去, 红粉的裤裆固若金汤, 为这件事情, 春干不知道吃过红粉多少嘴巴子, 吃多少都不长记性, 红粉就骂他骚, 其实呢, 春干冤枉了, 春干老是芭蕉的, 骚还是骚的, 却不是红粉想象的那样, 骚的都收不住身了, 绝对不是的。 春干一次又一次的 想往红粉的身上爬,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家里穷, 自己的条件又不好, 这一来就总也不放心, 不放心怎么办呢? 先睡, 睡过了, 你就看着办吧。 说起来, 这也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经验了, 所以说, 姑娘家和毛脚女婿独处的时候, 经验老到的母亲们 会派上另外的一个人, 盯着寸步不离, 这一来, 毛脚女婿就不容易得手了。 春干一直没能如愿, 说到底还是春干老实, 可是老实人往往要为他们的老实付出代价, 越是到了成亲的关头, 春干就越是不踏实, 越想越害怕, 就担心夜长梦多出了什么闪失。 为这件事, 春干老实生闷气, 无缘无故地发脾气。 春干的嫂子心疼她, 就给春干出主意了, 她借了五块钱, 塞到了春干的手上, 对着春干的耳朵耳语了一番。 嫂子说, 这一次一定要拿下, 只要拿下了, 即使红粉翻了脸, 想退亲她也不能够。 你就到处给她说, 就说红粉早就被你咔嚓了, 看看谁还会要她, 没人要, 剩下来还不是你的。 嫂子补充说, 最好能怀上, 怀上了, 她就更不值钱了, 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她不反过来求你才怪, 她一求, 婚礼省多少钱呢。 春干记住了嫂子的话, 利用秋忙之前的空闲, 春干来到王家庄, 送礼来了。 到了傍晚, 春干告辞, 临走以前, 春干把红粉拉到角落里, 从口袋里抽出了五块钱的一只脚, 说, 嫂子让我带给你的, 见面礼。 红粉刚刚想拿, 春干捂住了, 对着红粉使了一个小小的鬼脸, 使完了鬼脸, 春干就告辞了。 红粉当然不笨, 喜滋滋地在家里头等天黑, 好不容易等到天黑, 红粉兴冲冲地出去了。 春干果然在两里路以外的路口等着她, 春干这一回可不是春干了, 她是一只下山虎, 红粉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一把就把红粉放倒了。 嫂子的话说得没错, 办这件事靠的就是力气, 是她的力气大, 还是你的力气大。 红粉是一只母老虎, 但说到底更是一只纸老虎, 在草地上撕打了半天, 红粉终究不是对手, 被春干扒开了。 红粉光着屁股, 却裂得很, 一口就把春干的胳膊咬在了嘴里。 春干恼羞成怒, 不管多疼, 坚决不撒手, 连两只膝盖都用上了。 春干凭着她的力气, 活生生地把红粉的大腿掰开了, 说起来也怪, 一掰开, 红粉居然也就没力气了, 嘴巴也松了下来。 这给春干提供了给予, 春干火急火燎地寻找红粉的部位, 找了十来下, 终于找准了, 春干什么也不顾, 十分迅速地戳了进去。 戳进去之后, 春干就知道自己大功告成了, 然而问题来了, 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呆住了, 幸亏她立即就射了, 要不然还真的麻烦了, 怎么收这个厂呢? 下一步怎么做, 嫂子可没有交代呀。 春干匆匆射完, 拔出自己的东西, 到了这一刻才真正的慌了, 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 害怕得不行。 春干提起自己的衣裤就跑, 一口气跑出去十几丈, 摸了摸口袋, 嫂子的钱还在。 春干慌忙穿上衣服, 朝四下里看看, 胆胆, 得胜回朝。 红粉在饭桌上到底把婚事提出来了, 他哪里能想得到自己的身子是这样的不争气呢? 就一下, 春干就来了那么一下, 肚子就怀上了。 红粉把春干的祖宗八代都骂了出来, 暗地里发下了毒誓, 等将来成了亲, 看我不憋死你, 你休想再碰我, 看我憋死你个狗日的。 但骂归骂, 发誓归发誓, 肚子里的东西可是任何誓言都解决不了的。 红粉急了, 逼着春干提早娶人, 红粉算过一笔账的, 十月份春干把自己娶过去, 将来生下孩子, 好歹还能说是早产, 能混过去的, 拖到年底, 那可就丢人现眼了。 红粉偷偷摸摸找到了春干, 春干却拉着一张脸, 说钱还没准备好呢, 心里头早就乐成了一朵向日葵。 春干什么都不再说, 红粉只能给春干跪下了, 好在春干是一个同情达理的人, 把红粉从地上掺了起来, 说, 那就十月吧。 沈翠珍的手上端着饭碗, 正喝着稀饭, 红粉的意思他听清楚了, 日子好不容易太平下来, 却又节外生枝了。 沈翠珍没有立即作答, 却拿眼睛瞟了一下王存良, 王存良的嘴里嚼着老咸菜, 装着没听见, 什么也没有说, 其实在思索。 从情理上说, 家境不好的庄稼人是不会在十月里做亲的, 再有两个月就是年底, 利用年货办喜酒, 历来都是这样。 放在十月等于重复了一遍, 不划算了。 还有一点, 虽说红粉的衣服、 棉被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可箱子和马桶毕竟都还没有买, 这些赔价总归不能少。 眼下生产队还没有分红, 到哪里去弄这笔钱去? 综合起来看, 还是在等一等的好。 王存良想把这些道理跟女儿讲一遍, 只是不知道怎样讲才好。 桌子上的沉默令人尴尬了, 八戒声越来越响了, 有谁能知道红粉的心思呢? 他急呀! 沈翠真一直没有说话, 这样的时候他是不好多嘴的, 只好伸出一条腿, 在桌子底下找王存良的脚后跟, 轻轻地踢了他一脚, 意思很明确了, 这件事你得表个态。 王存良伸长了脖子, 为难的样子, 咽了一口, 抬起头来, 刚刚想对小油灯对面的红粉说些什么, 没想到红粉的两只眼睛 却盯住了他的继母, 红粉冷不丁地说, 你提我爸干什么? 沈翠真遭到了当头一棒, 善善地说, 没有啊, 我哪里提你爸爸了? 红粉咚的一下, 撂下饭碗, 啪的一声, 又撂下筷子, 说一开口就是屁, 十个屁, 九个黄。 这句话重了, 其实红粉这些日子和沈翠真相处的还是不错的, 好些日子没有拌嘴了, 可红粉现在已经是口不择言, 当然要挑有分量的话说。 沈翠真撇了一眼存凉, 也放下筷子, 放下碗, 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 说, 红粉, 你知道你嘴里头喷的是什么? 红粉说, 我吃的是王家的, 喝的是王家的, 你说我喷的是什么? 红粉的这句话不像样了, 耶人, 沈翠真堵在那里, 一句话都接不上来, 眼眶子一下就红了。 王存良听不下去了, 抬起胳膊, 连同手里的筷子一同拍在了桌面上, 所有的碗筷都跳了起来, 小油灯的灯芯也跟着添乱, 晃悠了好几下。 端正和网子都吓了一大跳, 弟兄两个对视了一回, 直到事不关己, 偷偷溜出了门去。 小油灯的灯芯终于安定下来了, 红粉坐在原处, 不动, 愣愣地望着油灯, 眼眶里早已沁满了泪水。 红粉说, 好。 红粉重复说, 好。 红粉的眼泪突然从眼眶子里头汪了开来, 一颗一颗往下掉。 红粉这一次却没有使瞒, 他定定地望着自己的父亲, 说, 王存良, 我问问你, 我妈要是还活着, 你会不会对你的亲生女儿这样? 这不是红粉说话的风格, 要是放在过去, 红粉可不在乎王存良拍桌子, 他才不吃这一套, 你有手, 我没有手, 你能拍, 我不能拍, 你不怕疼, 我怕疼, 你少来。 可是, 红粉的心里, 毕竟塞满了难言的隐秘, 揪着心, 有一股说不出口的痛。 这一来, 说话的口气自然就软了, 他这么一软, 反而露出了可怜的一面, 情真真, 意怯怯了, 反而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王存良扎巴着眼睛, 后悔不该在这样的时候 再给女儿拍桌子, 人家只不过是想把婚礼提前几天, 是商量着来的, 原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拍桌子打板凳做什么呢? 王存良也软了, 说, 没说十月份不给你办吗? 话音刚落, 沈翠珍的两只手 从桌面上挪开了, 放在了膝盖上, 两只瞳孔也散了光, 他无力地盯住了小油灯, 回味着红粉说过的话, 我妈要是活着, 你会不会对你亲生的女儿这样? 没错, 红粉就是这样说的, 这句话要是放在五年前, 三年前, 哪怕就是去年, 罢了, 我沈翠珍也没有指望 做红粉的亲妈, 你早不说晚不说, 眼见的就要嫁人了, 在这样的节骨眼上, 你把这样的话撂下来, 红粉, 你过分了, 过去怎么样不说他了, 近年来我是怎样的迁就你, 你从心窝子里掏出来, 看一看, 为了做好这个后妈, 沈翠珍她尽力了, 是的, 离地三尺有神灵, 老天都看在眼里, 她沈翠珍尽力了, 为的是什么, 无非是想唠个好, 和和美美的唠个好, 怎么样一个好法呢, 到了红粉出嫁的那一天, 红粉跨出门槛的时候, 能够喊她一声妈, 如果红粉还肯念那么一点点的旧, 再给点面子, 当着村子里的乡亲, 流上几滴眼泪, 算是告别, 她沈翠珍也流几滴眼泪, 表示难舍难分, 她沈翠珍在王家庄这么多年, 也算是有了交代, 以往再多的苦, 再多的累, 再多的委屈, 就再也不提她了, 一笔就勾销了, 现如今, 临了临了, 你都不肯太太平平地嫁人, 你红粉来上一句, 捅出了这样的一刀子, 红粉, 你过分了, 沈翠珍反而没有哭, 寒心了, 可这一次的寒心, 不同于以往, 这一次的寒心, 发生在这样的时刻, 等于是做了最后的总结, 铁板上钉了钉, 可见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所有的委屈都白费了, 打了水漂, 喂了狗, 冤啊, 沈翠珍冤, 十月份半酒席, 你王存良说起来容易, 做好人谁不会, 谁不会, 可钱呢, 钱呢, 钱在哪里, 在哪里, 在哪里嘛, 沈翠珍缓缓缓地站起了身子, 一个人回到了卧房, 关上门, 脱了鞋, 上床了, 一上床, 沈翠珍就把被窝拉了过来, 蒙住了脑袋, 等把被角塞在了嘴里, 沈翠珍露诶的一声, 沈翠珍诶的一声, 哭了出来, 王存良望着眼前的女儿, 听着房间里的哭声, 什么也不好说了, 他把饭碗推开了, 垫上了烟锅, 什么叫日子呢, 这日子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红粉和父母商量婚期 说到底只是走一个过场 同意也好 不同意也好 红粉的婚事是不能脱的 最终还是定在了十月 大中午的远处的河面上 传来了炮仗的爆炸声 都是双响炮 咚 大 有些估计 毕竟喜庆了 也只是一会儿 风就把火药的香味传到了村子里 王家庄的人都知道 这是接新娘子的喜传来了 大人和孩子都开始往红粉的家门口蜂拥 说句吉祥话 讨一支烟 或者讨一块糖 这一天 端方没有到养猪场去 早已守候在天井 帮着张罗开了 听到炮仗的声音 端方来到了天井的门口 笑嘻嘻地开始敬烟 发糖 一转眼 天井里就挤满了人 照理说 王存良也应当来到天井 和大伙一起说说笑笑才是 王存良没有 他一个人坐在糖屋里 端着汗烟锅 洗烟 心情特别了 女大当嫁 女大当嫁 其实是说说的 真的嫁了 做父亲的 到底舍不得 刚听到远处的鞭炮声 王存良的心里突然就是一阵紧 被掏了一块 在喜庆的时刻 却凄凉了 丫头要走了 真的要走了 这一走 就再也不是这一家的人了 王存良突然觉得自己这个爹没有做好 到底是哪里没有做好 王存良自己也说不上来 但是没有做好 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 这孩子就这么长大了 嫁人了 越是到了这样的时刻 王存良就越是觉得亏欠孩子 想着发子要找不回来 王存良多想让红粉在这个家里再住上几天 天天买肉 让他多吃一点 长点肉 养胖了再走 说起吃肉 王存良的家里一年也吃不上三四回 肉一上桌 端正和网子就变成了疯狗 谁也挡不住 红粉的筷子从来不碰 最多也就是夹一块骨头 解解馋 别看这丫头粗 嗓子大 样子饿 其实心细 知道心疼别人 骨子里是个好心肠的闺女 外人不知道 当爹的知道 当爹的都看在眼里 这么一想 王存良的鼻子一酸 伤心了 眼泪夺旷而出 差一点哭出了声音 王存良再也没有料到自己会这样的婆婆妈妈 伸出手指头 在眼窝里抠了几下 把鼻涕吸进去 抽了一口烟 叹了出去 依照一般的情形 这个时候的母亲 不应当在自己的卧房里 而应当在女儿的闺房 利用最后这么一点时间 陪着女儿 和自己的女儿说说话 这一点其实蛮要紧的 婚嫁毕竟不同于一般的事情 无论是灶头还是床头 都有它丰富的内容 需要做母亲的把门关上 细声细语的言传身教 尤其是床上的事 格外的关键了 都是年轻力壮的男女 好不容易熬到今天 早已是干柴烈火 特别容易手忙脚乱 在这样的时候 经验就尤其重要了 要不然两个生手 等你摸到了门道 天也就亮了 通小事故的母亲 在这样的时候 一定会给女儿一些点拨 其实是能够派上用处的 女儿出嫁的时候 就是这一点好 再露骨的话 母女之间也可以说 就算是女儿的脸 红到了脖子 做母亲的 该说什么 还是要说什么 沈翠珍还记得 自己出嫁的那一天 她的母亲 把她的嘴巴 放在自己的耳边 关照了一遍又一遍 沈翠珍的心口 跳得比兔子还要快 细想想 这也是母女之间最动人的一刻了 特别的迷人 沈翠珍不是不想在这样的时候和红粉聊聊 就算是不聊 给她梳梳头 湿一湿胭脂 也是好的 可一看到红粉的那张脸 哪里凑得上去 凑不上去 这哪里还是母女 何至于呢 沈翠珍坐在自己的卧房里 心口疼 但沈翠珍到底是做母亲的 还是把自己收拾干净了 头发也梳了好几遍 在这样的时候 别的不说 咯咯蒸蒸 是最骑马的 最先上岸的是四个撑船的膏子手 到底是喜传 每一根膏子的尾部都贴了一圈的红纸 这一来不同反响了 每一个膏子手都很壮实 一看就是气壮如牛的好汉 这一点其实是必须的 现在是十月 结婚的人少 可以不说他 要是放在年底 坐亲的人特别的多 那个讲究就多了 有时候一条河里 能有好几条喜传 这就有了快和慢的问题 王家庄的这一代 有这样一种风俗 喜传只能比别人快 不能比别人慢 一定要保证 自己的喜传走在最前头 只有这样 方能够压住别人 从而避免了晦气 以迎来喜气 所以说 高手一定要强壮 有耐力 最好能打架 几乎每一年的冬天 都会发生这样的斗殴事情 原因并不复杂 两条喜船 狭路相逢 齐头并进 在激烈的竞争中 一定会有一方 失去了耐心 高手们 弃船而去 跳到另外的一条 喜船上去 在船头上打 胜利的一方 必然要把失败的一方 暴打一顿 然后推到水里去 这就确保自己的新郎 和新娘 从胜利 走向了胜利 春干这个新郎 今天打扮得特别像新郎 心头 三七开的 身上穿的是中山装 湖蓝色 整洁的有些过分 中山装上的四个口袋 方方正正 容易使人联想起 革命或者领导 这样的美好含义 事实上 当春干从喜船 跨上岸来的时候 它很像一个革命者 或者一个领导 只是由于春干的营养 过于不良 太瘦了 中山装就显得宽大 松松垮垮的 这一来就好像革命 处在了低潮 但是 春干的精神头是好的 换句话说 领导者的气概和意志 并没有丢 完全可以带领大家 从头再来 春干来到 端方家的天井 到处都已经站满了人 人们给新郎官让开了 春干满脸都是笑 有些不自然 和端方招呼过了 反过来给端方 敬了一支烟 直接来到了堂屋 春干恭恭敬敬地 对着王村良喊了一声 爸爸 站在了那里 一动也不动 春干相当紧张 私下里四处张罗 红粉家的堂屋里 摆放着红粉的架状 两支鲜红的新木箱 一支鲜红的马桶 大红大绿的 而条台上方的主席相 也更换过了 是一个年轻的新主席 一句话 满屋子都喜气洋洋了 这时候 沈翠珍从卧房里走了出来 春干连忙转过脸 喊了一声 妈 沈翠珍答应了一声 请春干坐 请高手们坐 随即去烧茶 也就是糖水煮鸡蛋 每人五个 喝完了茶 沈翠珍煮了一锅糯米元宵 一人又来了一大碗 糖水煮鸡蛋和糯米元宵 是专门为高手们预备的 都是不好消化的东西 然而 正是由于不好消化 这才形成了这样的传统 想想看 如果高手们一上路 肚子就饿了 哪里还有力气去全力以赴 按照规矩 新娘子出嫁的这一天 女方是不摆酒席的 女方摆酒要等到三天之后 也就是新娘子回门的时候 高手们喝完了茶 吃过元宵 打着宝格 擦擦嘴 坐到天井里来了 他们吃饱了 下面的事就是撑船了 这时候 沛泉大陆 国乐和红旗他们也来了 端方的家里有喜事 一群小兄弟 当然要赶过来 凑个热闹 同时给大哥打打下手 天井里顿时 就有些挤不下了 端方给红旗使了一个眼色 红旗张开了胳膊 把闲人们往外赶 人们堵在天井的外围 这一来 天井里就松动了 春干还在堂屋里 站在王存良的身边 不停地塞香烟 他塞香烟是假 等着老丈人发话 等着老丈人放人 才是真 王存良只是吸烟 不说话 这也是老规矩了 做父亲的嫁女儿 总是要拖一拖 要不然就好像自己的女儿 不值钱似的 容易让对方看清了 看见了 一定要让毛娇女婿知道 他能娶到这样的一个媳妇 着实是不容易 这一点 春干是有所准备的 他的嫂子早就关照他了 春干从中山庄的上口袋里 掏出了十元钱 放在了桌面上 王存良还是不说话 春干只能再掏 又掏了十元钱 放下了 王存良没有看钱 终于说话了 王存良一开口就骂了一声 狗娘养的 说我女儿就交给你了 春干十分珍重的 回答了一声 哎 王存良想了想 说对他好一点 春干说放心 春干以为王存良要放行了 王存良还是没有 低下头又开始吸烟 春干只能再掏 从中山庄的下口袋里 又掏了十元 想了想又掏了十元 总共是四十元了 王存良站了起来 望着春干 眼眶里突然注满了泪光 这样的眼睛吓人了 春干从来没有见过老丈人这样 有些怕 也急了 他没有钱了 真的没有了 一分钱都没有了 春干只好当着王存良的面 把中山庄的四个口袋都翻了过来 证明给王存良看 确确实实没有了 王存良一把揪过春干的领口 说不许委屈我的闺女 手痒了你就抽自己嘴巴 春干的小腿肚子都开始颤抖了 说我保证 王存良看了一眼身后新主席的肖像 说你向他保证 春干望着墙上的肖像 无限忠诚的说我保证 王存良放下手 眼圈一红 低一下头走出了房门 都没有敢看自己的父亲 四个高手早已经把红粉的嫁妆 抬到了天井 但木箱子上的铜锁还没有锁 这里还有最后一个仪式 这个锁必须是娘舅 也就是端方才有资格锁上 只要端方拿住铜锁 用手一捏锁上 新娘子和嫁妆就再也不是这个家的了 春干红粉 王存良 沈翠珍一起从堂屋里走了出来 四个人在天井里站住了 等待端方捏锁 其实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利用这样的瞬间 王存良悄悄的往女儿的手里 塞了一样东西 是两毛钱 全是钢蹦子 一分钱一个 正好二十个 这个是用得上的 等新娘子上了岸 再回家的路上一路走一路丢 就好像新娘子的身上全是钱 吉祥了 其实是个意思 图一个富贵 红粉接过钱 二十个钢蹦子 已经被王存良的大手捂得发热了 红粉哇的一声 顺着哭声叫了一声 爸爸 王存良到底憋不住 一脸的老泪在脸上四处纵横 王存良挥了挥手 让他们上路 春干怕再生出什么意外 拉起红粉的胳膊就走 端方突然说话了 端方说 等一等 走上来了 他拉过自己的母亲 把母亲一直拉到红粉的跟前 意思很明确了 当着这么多的人 红粉刚刚和爸爸招呼过了 还没有喊妈妈呢 红粉在抽气 早已是上气不接下气 可脑子并不糊涂 不喊 他怎么可能喊这个女人妈妈 端方轻声说 姐 都嫁人了 你就喊一声吧 红粉低下了头 端方说 姐 喊一声吧 红粉就是不喊 沈翠珍就站在身边 被这么多的人看着 尴尬了 有些无地自容 沈翠珍连忙打了一个圆场 笑着说 算了 赶路要紧 赶路吧 端方回过头 大声说 不关你的事 所有的人都看出来了 端方虽然在大声呵斥 心里头像着的 毕竟还是自己的妈妈 端方的脸色慢慢的变了 他看了一眼 配权大陆 国乐和红旗 大陆和国乐 立即占领了天井的大门 把持住了 红粉万万没有料到 这样的阵势 这个吃软不吃硬的姑娘 降了 坚决不喊了 反过来拉起春干的手 拉过来就要往外冲 红旗愣头愣脑的 伸出胳膊 拦住了 红粉不哭了 扯开嗓子说 红旗你干什么 红旗学出端方的口气 慢悠悠地说 姐 我听端方的 端方的一杆小兄弟 当即散开了 分别站在四个高手的后面 一个人的后面两个 只要他们不老实 立即能被拿下的 天井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严峻了 可以说一触即发 春干一时没有了主张 好在春干乖巧 他来到端方的面前 脸上全是羡慕的笑容 连背脊都弓起来了 他掏出香烟 递给端方一根 端方有胳膊 打开了 春干只能来到 沈翠珍的面前 恭恭敬敬地说 妈 回头看了一眼端方 等于没喊 端方把他推开了 说 春干 你站一边去 红粉站在门口 咬住了下嘴唇 要是依着他的性子 他今天就是不嫁人 也不会向端方妥协的 他凭什么要喊 沈翠珍妈妈 他姓沈的不是他的妈妈 从来不是 永远也不是 可一想到自己的肚子 红粉的气焰下去了 不能降了 红粉是知道的 他降不过端方 可红粉太难了 喊不出口 红粉憋了半天 还是做出了让步 悄悄喊了一声 妈 沈翠珍的脸 早已是羞得通红 这一声妈 太让他丢脸面了 比不喊他 还让他丢脸面 又不是出于红粉的真心 是抢过来的 沈翠珍侧过脸去 就想早一点结束 端方说 我没听见 端方的意思很明显了 他要让大伙都听见 红粉恼羞成怒 豁出去了 他闭着眼睛 大叫了一声 妈 这一声 反而把沈翠珍 弄得不知所措 手都不晓得放在哪里 就想从地面上 钻下去 端方说 妈 答一声 沈翠珍答应过了 这一声 答应的 有点二百五了 惭愧的 就想死 端方转过身 把箱子上的铜锁 捏上了 沈翠和红旗 在大门的中间 让开了一道缝 春干带着红粉 这才走了出去 刚刚出门 墙外就传来了红粉 失声的嚎啕 王存良 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刮得干干净净的脸 气得铁青 手指抖 却什么也说不出 王存良 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养儿如狼 不如养儿如羊